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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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焖大黄鱼的制作 第一步 辅料处理 先将洗净的生姜切成片 葱切葱花 蒜切片 装盘备用 第二步 将大黄鱼内脏去除 清洗干净 鸡刀贴骨 斜刀在背脊部贴骨头两侧 切好 备用 第三步 将锅置于火上 倒入适量的烹调油 加入蒜片 爆出香味 将黄鱼送入锅中 加入适量盐 料酒 蒸鱼齿油 清汤翻炒 盖上锅盖 焖煮三至四分钟 第四步 四分钟后 打开锅盖 加入适量的白糖 改用大火收汁 第五步 锅内 加入适量盐巴 醋 味精调味 最后 淋上尾油 就可以出锅了 撒上些许葱花 一盘鲜香四溢的 黄焖大黄鱼 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鱼 不仅口感嫩滑 而且没有腥味 大黄鱼的鱼肉 鲜嫩洁白 独特的蒜拌肉 口感绝佳